為了360 給你全方為的好天氣 持續了好多好多天又濕又涼的天氣狀況 那麼預計在禮拜三的天氣狀況 其實聖誕節的時候依舊是比較濕涼的天氣狀況 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要在禮拜三聖誕節外出聚餐的話 這個飽暖的準備一定不能少了 那麼接下來的天氣要轉變的話 其實就要等到禮拜五了 那麼預計在禮拜五的時候會再有一波比較強烈的乾冷氣團 又要再度的南下 所以在氣溫方面來說的話還會再更冷了一些 所以在氣溫來說的話其實有機會會來到10度左右的低溫 所以提醒大家到了禮拜五之後 到了晚上就要特別留意這個氣溫的方面的問題了 那麼另外不過好消息的是 在這個冷氣團部分來說的話是屬於比較乾冷的空氣 所以預計在禮拜五之後 其實各地的天氣狀況會逐漸的波雲兼著看到陽光露臉的情況 所以建議大家可以好好的把握一下囉 那麼從雲雨圖上面來看的話 其實目前台灣附近的水氣量依舊是比較多的 而且它的位置是屬於比較低層的位置 所以主要雨勢還是集中在北部地區以及東半部地區 雨勢會稍微明顯一些都是屬於多雲時雲的天氣狀況 那麼接下來這個雨勢還會持續多久呢 其實預計到了禮拜五之後 會隨著北方的乾冷空氣南下之後 其實台灣附近的水氣量會一天一天慢慢的減少當中 所以預計這樣的天氣狀況還會持續到禮拜四禮拜五左右 到了禮拜五之後其實各地的天氣狀況會逐漸的波雲 甚至看到陽光預計到了下個禮拜二都會是比較晴朗的好天氣 建議大家真的要好好把握一下囉 所以在降雨方面來說的話 其實在禮拜三一直到禮拜六 大致上主要的雨勢會一天一天慢慢的減少 那麼大致上其實禮拜三禮拜四聖誕節的時候 其實主要的雨勢還是集中在迎風面的位置 北部以及東半部基隆林北海岸一帶 所以雨勢還是會有的 所以提前大家在外出的時候 還是要記得攜帶雨季在出發去聚餐了 所以在氣溫方面來說的話 其實預計在禮拜三的時候 其實東北季風會有稍微的減弱 所以在氣溫方面 其實白天會有稍微的回暖的 到20度左右的水準 不過要特別留意的是到了 如果有要南北兩地越往南走移動的話 就要特別留意這個溫差的變化 所以在保暖的準備要特別留意一下了 那麼到了晚上的時候 其實夜晚的低溫要特別 還是要留意是屬於比較溼涼的天氣狀況 特別是在嘉義到台北地區的朋友們 溫度還是會來到14到15度 比較溼涼的氣溫 所以提醒大家到了晚上的時候 其實保暖的準備一定不能少了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Vider360 接下來我們看比較詳細的天氣數據 不要是說了 很久很久 我們請到的尤其中 我們確認一下 最重要的電視 還在拍照 所以我就不見面前 都可以不見面前 有了 每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